歡迎各位收聽安播足球快訊 週四的凌晨 將會上演今屆世界冠軍球會盃四強的第二場賽事 由非洲的代表 埃及球會艾亞里 對陣歐洲的代表 西班牙王嘉馬德里 以上屆歐洲冠軍聯賽冠軍的身份 參加今屆世界冠軍球會盃王嘉馬德里 可以說是世冠杯的王者 他們自2000年世冠杯成立至今 一共試過四次奪冠 而且他們從沒輸過一場決賽 是名副其實這個賽事的王者之師 雖然陣中的主力射手奔心馬 因為受傷 這場球未能上陣 但是王馬陣中的第二號射手 巴西易鋒雲尼斯奧斯 在近期的西甲聯賽和杯賽賽事裡 都屢有斬黃 個人腳鋒順 所以這場球的發揮將會至關重要 來自埃及的非洲代表艾亞里 自2006年至今 已經是第五度參加世界冠軍球會盃 而他們在此前的四次賽事裡 最佳的戰績就是沙多利準決賽 他們在今屆賽事的第一圈 對陣紐西蘭的代表奧克蘭成 以3比0是興取對手的 去到第二圈 面對美職聯的代表西亞圖海灣者 他們就憑著進攻中場默地 在88分鐘的入球 而入比0擊敗對手取得盡級 如今來到準決賽對陣黃加馬德里 在整體實力相差頗大的情況下 相信很大機會會再一次 需要在準決賽行人止步 今場的預測戰果 將會是黃加馬德里 以3比1勝出 我是阿斌 多謝各位收聽 好球不等人 立即下載M直播 收看精彩足球籃球賽事 再見 再見